上來的孩子 然後又是在我們北部 然後就說阿公生病 那家裡人是要問他說 因為他在那家醫院 要不要轉到大一點的醫院去 那家裡就要問他的意見 可是呢 他在那個地方已經有點快要急救了 那如果在送的當中又危險 那醫生急診的為醫師要他做決定 然後他們又沒有辦法決定 那只好問自己在當醫師的孫女 那孫女就又不敢跟部長說 他想去處理阿公的事情 所以就這樣子忍了那台刀 下來之後他們就說 現在阿公比較穩定了 那剛剛醫生建議說轉到大醫院 我們都處理好了 就是阿嬤的口氣就不太好 那舅舅那邊就打電話罵他的媽媽 那他就問他媽媽說怎麼 他說沒有舅舅剛剛的意思是說 你只要救別人喔 別人電話一通 每次吃飯吃到一半 電話接著你就跑 自己的家裡人就不救 電話也不接在搞什麼 他就這樣罵 兩邊都都得罪了 結果他就很難過 然後打過去的時候 因為舅舅他們都已經決定 送到醫學中醫大醫院去 結果又很不巧的 就是一個禮拜後阿公就走了 全家就把這個責任怪在說 一他也沒有請假回來看 二他也沒有處理 然後三他就只顧著他自己的工作 然後聽說舅舅那邊就對著他 意思就是說 後來我們有輾轉跟部長講 部長說他可以講啊 他不是有特休可以請假啊 為什麼不回去 你看事後人家講這樣之後 是不是覺得變成是他不對 可是因為他的變成哪個都不對 對醫院也不對 對部長也不對 對他家裡也不對 對他自己他有更內疚 因為阿公他也沒看到 我們當醫師還有一個無奈 其實我們常常 家裡的人有人生病 我們都是最後一個指導的 那像我是急診 我們跟其他科的生態不太一樣 我們是屬於輪班制 所以我們有時候是白班 有時候是夜班 那你夜班的時候你白天就是在睡覺 那你的作息就會跟家人不太一樣 那像我因為工作關係 我是住在醫院附近 沒有跟爸媽住一起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時候 也是我自己的親人 就是我爺爺也有 我外公被診斷有大腸癌這樣子 那他那時候在住院 那因為他們 我媽媽是南部人 他們是在南部住院 我還記得我那天夜班 正在上班 那時候我就接過 119的通報說 有一個病人沒有呼吸心跳 要送來我們醫院急救 那很戲劇性的是 那個門一打開 我手機電話也響了 那一開始我媽媽我就接起來 結果我媽媽跟我說 我外公現在真的要急救 那眼看著那個病人已經推進來 我只好跟我媽媽說 媽媽不好意思 我的病人也要急救 我只好把電話掛掉 那病人進來之後 我就先幫他做CPR電擊等等的 那後來那個病人就活了 我幫他用了中心靜脈導管 生壓劑等等的 生命真相都穩定的時候 我請家人先進來看 結果他們這樣哭倒在地上 一直感謝一直感謝 我才忽然想 對我外公剛剛也要急救 那我就打電話回去 結果發現我外公 這段時間病況是越來越差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那幾天都是在夜半 他們白天不敢打電話給我 怕吵到我休息這樣子 那直到打給我的時候 已經急救了 那我打去 我媽媽跟我說的第一句話 是我外公走了 對我當下真的也是很震撼 可是我那天夜半 才剛開始上第一個小時 我接下來還有很多病人 一直陸續送過來這樣 我沒有辦法 當下沒有辦法讓我 太想這些狀況 因為我那天在急救室 我每個病人來都是很危急的 我沒有辦法讓我分身 我還記得那天晚上 有一個跳樓的女性 我們幫她做完急救 我幫她做的 唯一的親出線數字是插管 還有幫她放 那個兩側的胸管這樣子 那我幫她放 我在收那個器械的時候 我就又恍神了 我大概 我覺得男生和女生有點 差一次 我不太會用哭的方式去 對 但是我就是一直失神 然後我在脫手套的時候 發現 我手套怎麼會有血 我還發現 其實我在救剛剛那個病人的時候 我可能因為 注意力沒有很集中 就有掙扎 或是被器械劃傷我的手 分心 對 那我也不知道 我會不會被什麼東西感染 因為我 對那病後我也不熟悉 因為她就是 忽然輕生跳樓 那所以其實 我們會有一個感慨 就 有時候家人也是過於體諒 你就反而導致說 你的家人生病了 有狀況 你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 對 有一次有一個老婦人 她也是急性心肌梗塞 她家人覺得我們醫院很好 怎麼樣都堅持要過來 就是路上什麼都沒有 就直接這樣到我們醫院 覺得到我們醫院中 沒有呼吸心跳 我們就開始急救 結果急救完了之後 結果 救回來了 我很高興 然後我就轉頭 去看那個護理師 結果那護理師 有一雙大大的眼睛 而且紅紅的眼睛 結果我後來腦海裡面突然閃過 她爸爸上個禮拜也是心肌梗塞過世 但是我不能叫她出去 我叫她出去的話 誰來幫我 所以我們就繼續舉救 可是後來那個老阿嬤 因為她已經拖太久了 最後她也是過世了 然後我就出去 我就跟那個護士說 我先跟家屬解釋一下這樣 結果 我門一打開 她就撞過我的肩膀 然後衝出去大屁 然後我就跟家屬說 你們要節哀 那我講完那句話的時候 我其實自己心裡也很涼 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爸爸是膽囊癌在樓上 然後他已經很默契 我們什麼都沒辦法做了 然後我也在想說 我大概就是下一個 也要這樣跟我講的 就是說你要節哀 這樣子 他是2009年過世的 對 他就是膽囊癌 發現到過世大概一年的時間 然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都是就是住在我自己的醫院 因為我很想 珍惜所有的時間 所以我上班在急診 然後下班就是去病房陪他 這樣子 那 他是個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爸爸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福 還想在更長久的婦女之情 但是沒有辦法這樣子 對啊 所以 所以每次在看到相同的狀況的時候 都會覺得 其實 我們也是人 我們也有家人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情緒 但是我們也在幫助別人 別的家人在陪伴他們家人 過這樣的時間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心裡面是很難受的 所以醫護人員雖然有神聖使命 但醫護人員也是人嘛 他也是會有情緒 真的 他也有時候要消化自己的情緒 我們畢竟每天 每個醫師 每天要看幾百個病房 對啊 對不對 門診上都排滿滿的 但是我們每天看到都是他一個 對啊 他要面對幾百個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能提亮一下醫師 提亮 也讓醫病關係更加和諧 謝謝大家 高血脂除了會引起心血管疾病 若是更年期的女性 合併有三酸甘油脂過高的問題 也有可能會使骨折的機率提高 三酸甘油脂是一個很敏感的指標 如果運動不足 或者是有吃到精緻的碳水化合物過多 不好的脂肪 都會使三酸甘油脂變高 我們要使血脂維持在一個健康的平衡 可以多吃燕麥 燕麥呢 它是美國FDA認可的 一個降血脂的食物 因為燕麥裡面 富含有多的水溶性纖維 可以減少腸道吸收脂肪 降低三酸甘油脂 除此之外 我們也可以多補充黃豆 深海魚 或者是堅果 或者是柳橙 都是很好的降血脂食物 痴症病人常常合併出血的情形 這時候除了尋求專業醫師的幫助之外 通過食療也會有很好的幫助喔 像我們常常吃的茄子 它除了富含纖維質 維生素 以及鈣磷等礦物質之外 還富含了維生素P 它可以修復血管 而且維持血管的彈性 進一步的防止 維血管再度破裂出血 同時 維生素P還可以輔助維生素C 有抗壞血酸的功能 這個時候可以幫助組織愈合 進一步的更加的預防出血 所以多吃茄子 對痴症出血的病人好處多多